越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已经公布四年了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多位港澳人士 在发展的加速期 看看他们都有哪些新的建议 从政协委员转跑道至 人大代表的霍启刚说 香港普遍关注如何克服规则 差异拥抱湾区 他鼓励建立文化产业人才库 善用内地城市文化资源 已经有15年地方政协委员 经历的何超雄 今年是首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他特别关注引导搞澳女性 去大湾区内地城市体验 改变他们的思维鼓励寻梦 在此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的 梁振英和记者聊了很多 其中之一就是南沙借鉴了香港模式 成立了咨询委员会 他看到南沙的工作上了轨道 一些大的政策都得到了落实 去年曾在委员通道 接受记者提问的澳门委员吴志良 今年提出了三地全方位合作 逐步消除有形无形边界 吴志良提到一个词 真诚 方便衔接融合发展 需要三地都保持真诚态度 一致行动取长不短 正如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 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共同面对问题 共同解决 这才是我们的方向 可乐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